交通违规祭典制度将在加重 过去违规祭典只采取半年内累计六点 会调扣驾照 但外界质疑成效有限 交通部研议祭典累计期 从六个月拉长到两年 未来不离让行人 并排停车 可能也会列入违规祭典 过去违规祭典 针对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超速 或是闯红灯等危险驾驶等重大交通违规 才会被违规祭典 累计六点就可调扣驾照 但外界认为只采集六个月内 克阻效果低 过去一年内只有两万九千件 因为祭典被调扣驾照 交通部近期严厉 改革违规祭典制度 朝向扩大祭典项目 未来不离让行人 开车门导致肇事 并排停车也都可能会纳入违规祭典 交通部研议家中违规祭典累积期 从现行六个月内累积六点调扣驾照一个月上道安讲席 未来修法累积期将从六个月延长到两年 一年内祭六点要上道安讲席 两年内祭满十二点必须调扣驾照两个月 交通部证实正在通盘检讨违规祭典项目 希望透过延长累计时间增加祭典项目 加强导致驾驶人 但目前仍在搜集意见言理中 记者是说明从博弈台北报道